新創 新創其實它是一種探索位置的過程 對於全世界的硬體新創團隊 橫在他們前面有三個障礙 他沒有錢他不會做他也不會賣 他們會需要有一個單一的服務床 實現他們從概念到設計到驗證到量產 去教導這些新創的這些年輕朋友們先輩的知識 讓你們先去了解 避免你們在開發產品過程當中 去踩到很多前面的前輩已經踩過的地位 我認為台灣的這個亞洲系統的這個角色 可以拜你們更完美